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2.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經驗建築跟陸費職審查及規劇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3. 後續4. 本案土地合併為良理一號後 由文化局進行辦理或辯論公告事宜 提送本委員會審議 2. 大同區彰化銀行北農哥航就職 延平北路營業18-25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致同意決議無下 1. 同意大同區彰化銀行北農分行就職 延平北路營業18-20 不指定古期 不登陸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2. 本建物為彰化銀行在臺北設立的最早註點 建物之力念意向保存那日後續都市分析審議程序 並於都市設計審議及都市更新審議過程中邀請文治委員列席 那跟老師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案子他後續不用走都市設計審議 所以是不是我們這次會修正的第二點的最後 並於都市更新審議過程中邀請文治委員列席 請老師確認 案3. 文化警官傳除山在委內空軍作戰指揮部 復興營區展建工程檢查案 結論 1. 請文化局原則於兩週內 邀請文治委員正文化警官視覺軸線之視覺點半的線灘 低空止步停辦 2. 有關心電建物之外觀量體 是否影響都市警官及天際線 納入後續都市設計審議程序 並於都市會議時邀請文治委員列席 給予專業意見 案4. 大同須嚴評基督教會 嚴評北路2-247向5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1. 等待經文的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明治同意決議如下 同意指定大同須嚴評基督教會 建物為直轍事令補給 1. 古基的名稱種類 指定理由的前委員參考 2.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古基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案的後續事宜 案5. 法安區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一大穿堂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1.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同意登入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一大穿堂 同意參考為歷史建築 名稱種類位置及登入理由等行為委員參考 2.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 登入配直捨查及補助辦法 辦理後續事宜 以上 好 大家會記錄也沒有比較確定 在審查報告之前 如果沒有看到 還有人說 分別獲得歡迎 sharing 請問各位 第二關的第三關 還有我們過去史歷的這個民共交易法案 類似的案件 覺得既然民事會已經做了決議 但是在民事紀錄裡面 都還要再經過所謂的都市設計審議 跟都市科研審議 既然我們在民事裡面 民事法已經把相關的這方面的法律法 也做成決議 所以我建議以後 還是要把它保持一個一貫的 說我們就統一起來 相關於都市設計審議跟都市科研審議的事領 是不是需要納到紀錄裡面去 如果納進去的話 會變成被誤解說 經過文資審議以後 還要再經過都市審議跟都市根間的審議 那這樣子會造成法令的混淆 而且對文資的這樣的一個決定 會做的一些變更 那這樣就只是我們在當初做文資審議的時候 希望排除這樣的一個原因 上訴 謝謝 好 其他委員針對這點 有其他問題 如果可以的話 這個招 我想這個 其實算不清楚 因為不只說我們認神一般 我們就不忘了 因為我們認神一指這個原則性 你有沒有造這個原則 因為我們還沒看到紀錄的事情 所以他在讀神中的是 才有紀錄的事情 如果我們只能給他一個原則 造條是怎樣 所以基本上就是 就是說 原則 但是在細節 細節 再補一個 再補一個 再補一個解釋 好 其他委員還有主席報告 所以我執法裡面有類似的條文 例如鼓的38條 其實他就講說 鼓跡然後中文怎麼加 然後最後還是有類似的條文 所以不是不能加 例如主管機關的都市聖經 審議時 因會同 相關的機關 所以類似的條文 其實在文師法本法 文法裡面有 給委員看 委員他提了 就是說在文師委員會審議以後 他是原則的確定 那那個會議紀錄交給都省或都市設計 遵照那個原則做細部的 這個細部的在這個都省跟這個都市裡面 他這個直接參照 那個不違背這個原則 文師會的原則這樣就可以 這樣的一個精神 要在我們的會議紀錄裡面 把它列進以後交給 接下來再會 要不然的話 確實是會有將來規定 國法的禁額的問題 好 我想注意一下 這非常正確 我們把這個部分 就是說做必要的修正 就是把剛才講的 他要不要邀文師委員 在他做細部修正的時候審議 他認為說必要可以邀黨內治理的重要 因為在那個原則上面應該都有 不用在我們這個地方 把它做這樣的一個規範 要不然的話 你待會兒跟他講 他到底是聽你來跟我們 就是說 如果將來後續這個審議會 推翻了 做了重大的原則上的規定 那還是我們的情況 好不好 我們就是下去以後 因為他一個上會 他就必須遵照檢查 好不好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這個會議紀錄 做必要的修正 尤其是可以兩位委員 再稍微調查一下 那後續一切都可以 大家做的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他做會議紀錄 這樣先修正過 來確認你們 謝謝 請sky aside 按雄 disputes ắt 按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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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於104年4月29日,公告登入南港平開工廠為歷史建築,區內共發出歷史建築,公告強請為強附建一第三支企業。 二、一、南港平開工廠全區範圍位於本市南港區第三期勢力重畫地區,經本府地政局土開總隊辦理重畫作業。 於105年1月26日,105年2月1日,完成區內土地權力變更登記及建物、面師、雕式、變更登記等。 想要附建二資料第八至實驗。 三、為因應前項重畫作業,經本會第82次會議,同意修正歷史建築,南港平開工廠,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 和繼續於105年10月26日進行公告,想附建三資料第11至13頁。 有關南港平開工廠、櫻花工廠、B棟建築面積, B棟位置降紫色的區塊。此為公告保存的範圍,請委員參閱。此為目前B棟的現況照片, 和東側跟西側的照片。此為B棟808建號建物的成本。 一、您請同意修正歷史建築、南港平開工廠、櫻花工廠、B棟建物面積, 修正公告事項一、修正南港平開工廠、櫻花工廠、櫻木面積, 原104年4月29日公告櫻花工廠、南港段四小段808建號, 建物面積為264.46平方公尺,修正為277.68平方公尺。 二、修正理由及其法律依據。 一、修正理由。一、建物實測數據。 二、法令依據。 五花資產保存法第18條、 一時建築、經驗建築、登陸被子審查機服務辦法第5條。 二、本案一提請本文會審議, 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修正公告11。 吼海學昭克苺秀, 吼海學教練。 後面我們看說委員正在鑑ок。 因為اد的口依和冠เล尼, 看到使者擊殺局的。 如果被了的話我們搬yan być秀明的, 案由大安區溫州街22項4號直轄市立古籍公告行 依據文資法第17條古籍指定及廢紙審查辦法 辦理情形1 本案古籍坐落於本市大安區溫州街22項4號 所在地號為台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206D號 建號為龍泉段一小段1187建號 提及編號圖如是計畫圖請委員稱號附件1 2本案經106年11月13日本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第99次會議決議 指定為直轄市定古籍結論如下會議紀錄牆附件2 結論1本次出席委員計時6位出席人數達委員會人數1 2分以上 經出席委員投票表決11票同意指定為市定古籍 股票不同意同意票數達出席委員人數2 3分以上 故本案決議大安區溫州街22項4號指定為直轄市定古籍 2公告事項提送下四個則會審議 結論3建物完成直轄市定古籍公告程序後 後續由文化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第三項 提報國定古籍 4本案建物指定公告為直轄市定古籍後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6條 古籍不得遷移或拆除 但因國防安全重大公共安全或國家重大建設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保護計畫 經中央主管機關召開審議會審議並核定者 不在此限 若或涉及前接議題依上述規定辦理 3本局107年1月8日照刊 暫定古籍大安區溫州街22項4號保存範圍諮詢會議 邀集文資委員、郭委員、蔡委員、江委員、劉委員 提報人竹工房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管理集管台灣大學、獨發局、杜根處、建管處 及提報人邀請專家學者孫慶永先生 臺灣大學邀請專家學者陳志堯先生共同委會 本次會議是本局就本案建物資古蹟指定理由 及文資價值等提出保存方案 各單位亦可各自提出保存方案 這個會議紀錄就是 委員手上應該會有三份補充資料 一個是文化局的 是107年1月8日的會議紀錄 另一份是提報人竹工房 然後還有一份是臺灣大學所提供的 那以下就是邀請委員參考一些現況的照片 這是建築物進大門本地 建築物內部 還有兩層RC建物 那這兩層RC建物右下角這個樓梯是從室內 可以直接通到兩層RC建物的內部 前院照片 後院照片 還有植栽照片等 P層RC建物是由建築物的正門入口 往左走要繞到後院的地方 那目前是對放一般物品 文化局這邊提案是建議保留範圍為 古蹟建物本體 兩層樓RC建物及前庭後院 一層樓RC建物置放一般物品 可不保留 或日後再利用為附屬設施 兩層樓RC建物是反映居住者的空間 使用需求因餘保留 庭院多種植栽為國立臺灣大學前農學院教授 許文副教授所栽種 綠資源豐富 令日式建築園 應保留與比林建物原側5公尺以上空間 維持寬廣庭院 荒木補蘇的精密風味 那右邊這個圖就是 一是建物本體 那符合我們後面的指定理由 一跟二 那兩層樓RC是二的部份 是符合指定理由三 那前庭後院是三個部份 也是符合我們後面 給老師的指定理由三 你辦 你請同意大安區溫州街22項4號 直轄市定古蹟公告事項 一 古蹟名稱 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 溫州街22項4號 二 種類宅地 三 位置或地指示 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22項4號 古蹟及其鎖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其地號 古蹟本體為溫州街22項4號建築本體 兩層樓RC建築及庭院 建物為大安區隆泉段 翼小段1187建號 面積158.49平方公尺 本面積包括兩層樓RC建築 建築物坐落土地是大安區隆泉段翼小段206地號 面積為833平方公尺 實際保存面積須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實境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 本建物興建於日治時期 戰後台大外文系教授余大財 前國防部長余大為 農學院屬文副教授等曾先後在此居住 足建本建物具於立實建築 2. 余大為先生於民國43年至53年出任國防部長 任職部長期間發生823號戰 對穩定台海情勢卓有貢獻 醫護及資料所示 余大為先生於民國43年簽入該職 直至民國71年簽出 擔任國防部長時期居住於此 故本建物具見證台灣歷史之意義 定由3. 本建物雖經增改建 為人大致保留主要形式 並後期新增兩層樓RC建物 是反映居住者的空間使用需求 民國82年許文副教授佩駐於此 許教授逝世後許夫人仍居住於民國106年 本棟建築前後院多年來 居住者加種果樹及洋山打椰子 桂花等等多種提災 綠資源完整 本建築整體空間人文維持良好狀況 4. 符合股息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指定基準 本案提請本委員會審議 並依審議決議辦名後續 請問 有家補充喔 還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直接先 來 有反應 你們兩個有反應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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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那我重新讲这个 我的理解的不是讲 我们有讲那个三个建筑物的各自的意义 是有这样的一章 那刚才听到说对于这个范围内的三个建筑物的文化局做出来的评估 那我们是要补充 那当然就是主建筑物里面的意义 我们就不用再多说 那么这个重点是在于那个旁边的小的 这个小RCE建筑物刚才在谈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其实是伴随着于前部长将近50年时间 他从1945年到他过世为止的 1983年 不是这个1993年过世为止的 一位他的身旁的服侍他们家的家族的 一个这样叫龙嫂 他所居住的空间 那我们知道那个时代 一位这样子从中国大陆跟着他来到台湾 然后服侍整个瑜伽 将近50年时间伴随着他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所居住的空间 虽然在可能在建筑体上 他的建筑体不是很特别 可是我们知道说这一间房子的意义 也有一个故居人物的这样的意义 那这个时候跟着这个人物 他的周遭的生活范围 他这个能够他看到余大为先生的家族的 所有的这样的一个 在这个当任国防故障期间 有这么多的对台湾这样的贡献的一个过程 那么就这个我们在历史书写上 不应该忽略小人物的历史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人物 是他的周遇 但是反映了那个时代 怎么样跟随着余遣部长 然后这么样忠心耿耿来到台湾 不是让他过世为止 那可能余遣部长也对他的照顾有加 所以这里面的故事其实我们还不太知道 但我们整体是认为说 其实现在来决定一个这个范围 然后要把它做一个变动 这个是一个蛮 现在来说是一个有点危险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做好好的调查跟研究 所以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建议是 先要保存一个全区 就是这个地址地号保存一个全区 然后再来做评估 再做详细评会比较好 那么再来其实我们的PPT还有其他的 可以继续往下放吗 继续往下放 好再往下放 没有了 其实这个PPT是不是我们准备的 这是我们准备的 那么这里面 PPT里面有很清楚的去表述 这个整个范围其实它是一个Z字形的 那这么这个Z字形的一个很不好用的范围里面 要来做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建筑体 然后要塞入60几户前后6米下 这本身又是困难的 那么我只是说 我的PPT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没有显示出来是 那么这里面的规划我们过去知道说 这关键是在台大 台大还是说这个是只要台大很少拿 不要分这么多的宿舍的话 那么其实多分都可以成立 住户不会受到损害 那么建商它还是可以受到很多的奖励 1月8号资料都有陈述过 每一个委员桌上 现在委员桌上都有详料 那请委员先来一下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都是相关国立人才能在哪儿现场发言 然后下一位是陈志尧 如果是台大跟陈志尧 只有一个团队吗 都讲过 只有一个团队 没有问题 好 主席还有各位委员 大家早安 本来会议通知是说只有只可以提书面建议 刚刚连事通知可以有五分钟的发言 谢谢主席单位 那么我想我们台大有提出书面说明 基本上大概简单说明几个部分 第一个 这个地方于大伟先生居住过在市政府文化局的 92年的书面资料里面就有 所以这个是本来就已经知道的事情 那么台大后来做了全面整体日式宿舍的调查研究 那么到95年 我们把资料送到市政府文化局 文化局非常重视 当时也请汉堡德委员担任一个专案小组的调查研究人 进行了四次的会议 详细的讨论 甚至台大还提供了台湾一间研究院所说的日式建筑物的结构安全的资料 这些东西都受到会上面来 那么委员也分批去现场会堪 这些都是有做的事情 那么在提到95年12月的第七次会议决定 到底哪些要执行哪些不执行 当时已经是非常严谨和专业的程序来做这个东西 那么不管是95年的现场会堪 或者是今年文化局又再安排了三次的现场会堪 到现场的委员基本上都几乎是一致的认定 这个建筑物的本身并不具保存价值 那后来举报人这边所提到的这栋房 是当年台北市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沙楼 包括林怀明先生郭小冬先生都在这边经常的聚会 这个成为举报最重要也请他们入影 成为举报最重要的指定理由 但是今天的指定理由这一项已经 经过文化局确认都已经删掉了 第二个二层楼的RC建筑物 那么也是当年53年市政府公务局要求要拆除的委建物 以及后续配注人所种植的这些植栽 那这些是不是足以成为指定于当委固居的一个指定理由 而且这个案子另外市政府也已经核定了一个都市计划 肯定的案子也在实施当中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要请市政府文化局 还有所有的文字委员再能够多加慎重的考量这件事情 后续的影响 那99年99次文字会议里面 其实李银周明委员提到了 如果这个建筑物可以在基地内施筑的多调整 让都更跟文字是可以兼顾的情况下 那讨论到后来非常热烈 各位委员也认为这样的情况下 支持来指定这个股基或施定股基 那么但是这个案子到现在 并没有再继续讨论下去 如果再这样子做下去的话 可能指定下去会造成 这个都更案子是没有办法进行 那也逼得都更实施者也居民 是没有入非手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真的是认为说 前面的还有这一次举报的 有是不是足以去推翻95年 当时那么严谨专业的作业程序 而且会造成都更案没有办法做 这个部分真的是请大会委员大家在慎重考虑 剩下的时间我请不跟实施者 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字指定的案子 它涉及到另外一个都更的业务 其实也都在同步进行当中 剩下的时间我给实施者做补充 各位委员大家早 一件循规道具 历经十年的努力 由单元化地到取得建造及拆除执照 并已经完成开工程序的都市更新案 因民间人士的举报 于民国106年8月23日 由台北市文化局指定为占定古迹 经过第98、99次文资省议会及多次现场会刊 此期间不犯政治人物因素的介入 文化局亦屡次更改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据 来致援其说 目的在推翻民国95年第7次文化省议会的决议 博取文知团体的选票 针对政府的致意行政 违反信赖保护原则 牺牲少数的做法 都跟地主及实施者实在莫可奈何 在此声明以下两点 请台北市政府确实秉公执行 以维护执政者自威信 一、针对指定为市定古迹之温州街 22项4号土地及建物 请务必以古迹之保存标准 妥善的维护管理 确实达到保留古迹的意义 雪亮的眼睛会持续观察政府 二、指定为古迹后 因政府的行政瑕疵 对人民及公司法人造成巨大的损害已是事实 政府应妥善地面对并进行赔偿 请政府有所作为 谢谢 谢谢 我们正对这个公告的事项 看看各位委员 怎么样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不照顾通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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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 中正區中下西路一段118號 並登載土地坐落土地號為 村正區城中段一小段32-1 通告資料請委員參看復建議 中正區城中段一小段32-1號 土地於97年7月24號 近尾分割 古蹟實際坐落土地為 東小段32-1號 後續擬辦理地國土地變更公告 土地定著地極號會讀請參看復建室 三 台北郵局由第三軍議設計 運用古典建築與會融合現代建築澤東式樣 於1930年竣工為三層樓 水泥鋼鼓構造 1968年未配合人情物橋工程 拆除原有設計 並因遊戶需要增建第四層樓 改為現存綠勝模式之 門面外觀 本次因西區門戶計畫 為行鎖北城周邊博物館園區 擬由本股都市發展局 協助執行台北郵局設計 修復規劃設計案 後續修復工程執行其經費施定 將由選管單位中華郵政 會有限公司負責 四 本修復規劃設計 由許域建築師事務所承來 修復計畫前一 文治法第二四條 及古基修復題 再用辦法第18條規例 以106年11月21日 蔣台北郵局 行政大陸履行地方居民出委會 歡迎記錄請參觀 附件2 有關本案訴訟 至於坐落土地 前京本本湖都發局 106年12月5日 召開會議確認 是坐落於中陣區 城中斷小段 聖11畢號及 32之異地號 土地 無影響交通 交通 交通之疑慮 為31畢號 土地西全管 財政付國 財產主全管 六 本案修復計畫 及規復設計 報告書前京本局 106年12月6日 邀請王惠俊委員 李前郎委員 及史學姓委員 召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經決議 請設計單位 就車技原有技術 進行視覺 相關審火 請請納入報告書 二 本案復健 車技之文化指南 身份 人代文字會審議 如審議同意 本案工程之音 計劃 應併同中華郵政府 會有 現公司特政規劃 自國家 由政博物館 正期宣布再利用 指定計劃 辦理 會議記錄請參考 附件三 七 有關設計原有基礎 視覺成果 情緒意見證 是事務所與委員會 例上面說明 土地道位 請留言參考 請問 你請同意 直下施定古蹟 台北郵局 車技宣布設計 二 車技部件後製 是否 具文化資產身份 請考慮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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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政委員 和主席 他大概涉及兩個例子 第一個 如果車技是今天同意給身份的話 那他才能用 主機的相關公司法改討論 那如果車技是沒有身份 只是一般加率的建議的話 當然要用參試 就是說他裡面妨礙古籍 和建築 行為來討論 完全不一樣的方向 那如果不給身份原則上來 問一下說開發單位 他自己的類型 那個建造 所以我們的提案 你有給身份這個議題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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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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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然後各位允揮的有沒有 大家早安 那我針對這個案子 其實剛剛那個 演復座已經報告了 就是我們這個案子 因為屬於西區文物計畫 第二階段的一個重要的工程 那因為上次的專業小組會議 其實幾位老師的評解 你知道我們因為 目前因為他的土地牽涉到有國產署 然後也有局等相關單位 所以有關基礎視覺的部分 我們在1月4號辦局 也邀請各單位做了一個會看 那因為現在目前 等於說我們現在這個視覺 在這個今天會後 他會再去做一個視覺的動作 我們繼續在辦理當中 那當然今天主要的議題是希望 就是針對這個原油這個 武器本體的這個車機的部分 他其實也是屬於原貌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說 以這個復原這個車機 來作為這個原油局 他整個串聯這個所謂的 西區門幕計畫的 極的重要的一些成備為主 那我針對現在目前我們掌握到的 第一個部分當然 未來如果要建造 他會遇到幾個分別 就是目前這個地基層 就在這一塊部分 就是屬於合餐是屬的地 那當然現在辦理局 也要掌握到 這個所謂肚子計畫的一個變分的 這個復原的一個程序當中 那未來復原車機制 就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這個部分 如果要設定建造 他會遇到幾個分別 我們大概可以掌握到幾個 重要學習 大概這個原油的設計是在明波 就是光顧過後 在57年的時候 因為為了要 形建所謂的人形道 拆除了人形片橋 拆除了這個所謂的原油的這個 設計的部分 那這個是在光顧後 大概57年 因為這個人形入橋的原因 把這個原油的這個 設計的門檻拆除掉 那所以我們希望在透過這一次的一個 復原的一個工程當中 把這個原油的這個圖景 原貌把它復原回來 那這是現狀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現在掌握到 就是一 台灣建築位置 第二期的第四號裡面 可以看到 他原油的這個 鑄地結構 跟他的一些主要的一個 裝飾的一個方式 那包含這個設計排件 他的鑄圓柱跟鑄柱的一個處理方式 那這是我們套點 在建築位置的一個位置 那這一塊位置呢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復原回來 他的設計的盤 大概就在這個位置 那當然我們也在現狂 除了基礎 只希望能夠沿用原油的這個 設計的基礎 來做結構體的銜接 那我們在現場 也做了地平的一些階級的調查 只希望說 如果能夠把原油這個 光顏30的這個大捷 在這次修復的盤中 我們把它復原回來 然後來吸收這個 原油的這個價值 那另外一個部分 當然我們目前現在掌握到 只有第一階的這個部分 那未來如果在施工當中 可以發現 真正的地方還有原本的發現 我們也希望用展示的方式 來解釋這個 原油時間 也已經插解了一個 很好的故意 然後我們現在考證的一個方式 那另外我們也發現到 就是在當時前進的位置 其實原本的記載 就是臺北郵便局 那但是從施工完整之後的照片 我們可以發現 它其實有兩個主要的ROGO 第一個當然就是臺北郵便局 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臺北郵局的這個地方的一個特別的 兩個單位的一個電信局的一個裝飾 那我們現在也掌握到這個 希望這一次復原能夠把這個復原回來 那還有另外就是針對它車機門樑上面 原本的這個力度的 防護燈的一個等級的討證 我們也希望在這一次能夠搭配這整個 車機復原後 在這個都市夜間照片 能夠新說它的原本的一個歷史的樣貌 那二樓的部分我們是希望 原本在這個地方其實有開了一個一個門扇 那我們希望這一次復原回來 能夠復原這個門扇的位置 作為後續它在日常管理衛部 臺北郵局能夠進出這個主要的設計 來做一些管理衛部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是我們在這個施工庫上面可以知道 還有一些外廊的燃燒系統的一些主要的一個裝飾 那我們也從後方就有的補機本體的一個位置 也知道它的一些形式式的配備的逆境的一個作法 那能夠在這一次來做一復原 那另外有當然在一面三橋上 側橋上有一些開門櫻花的工庫 那還有就是在這個陰營的氣息變化的一個作法 那結構體的部分 我們希望在這一次復原的時候 就會搭配這個整個機區門樑啟發的第二階段 是不是希望能夠在今年底的八月底能夠完成這個案子 所以我們是局部搭配了當勾 然後去利用它洗澡的一個方式 能夠完成這個東西的一個施作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講過 那上次學生學老師有記者說 如果能夠挖掘這個月底的這個就的基礎結構 可以搭配這個結構體來做整理 然後來讓這個案子能夠縮短一些支撐 另外一個就是當然就是供能紀元能夠介紹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現在研究的是 新舊建物有一些伸作工庭的處理方式在這個位置 那整體的開水系統從屋頂下到這個所謂的一樓的部分 我們可以做按購的一個設計 然後先接機我們可以開水 那這是我們可以掌握到一個在具人的訪證方式 那這個案子最主要的就是在106年12月6日 有展開的專案小書 那我們現在目前就是跟相關單位在醫院室 辦理這個基礎局部探判的一個建議院判 那這個東西我們也在現場榜樣 然後我們會再找相關單位來做一個確認 確認之後你就會做這個基礎局的一個局部探判 那這個案子當然最主要是希望你做證據文字身分 來減化一些行政程序 去達到這個107年8月底能夠完成的一個政策目標 希望能夠復用這個設計來影響方式 那因為這個比較的問題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未來台北友情它有一個博物品的一個建設計畫 整體會在提送的所謂的營運計畫的提送 那將來如果今天會議會給你身分的話 我們會等於說整個這個部分的營運計畫來做提送 那現在在深藏建築資料比較困難的地方就是 因為這一塊地是屬於國產屬的地 那因為在那個建築系規則裡面規定就是 這個所謂的人性報的一個通常設計 必須要做3.5公尺的推縮的一個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如果要整個地方 就有這個部門的營運計畫 所以也希望就是各位委員能夠支持 這個案子屬於文師身分 讓我們在行程的程序上也多收看 那建範報告在這邊 再請各位委員去治正 謝謝 好 謝謝 這個第二個報告 謝謝 謝謝 його下班 好 謝謝 請問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請多個來回進個十一宅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身關的文字 我們這邊有看到物件 建議還是把它修正 因為文書法也是沒有任何的古蹟意見 它有蔑視的話也是一樣用修復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想請設計單位稍微再注意一下 因為現有的車系要把它蓋回來 那它原來是有的 所以可能在組結構體跟我們車系的那個接觸 涼的接觸的位置 我們用上去手搖 把一下原來的遺格的東西 不在乎不在乎 如果在乎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鋼尖的連結 也把它恢復了以上能力的計程 謝謝 我是支持這個案子 不過就是說 未來外面那個人型的空間 因為要鼓起它避免 因為那個空間夠不夠 還是說還要再往外 就是人型的空間的安全性 因為現在它是有空間的地方 所以那個空間不夠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問題已經出現了 我覺得今天這個提案是有點奇怪 因為一直提一個車系的事情 讓其實這個台北郵局包括它是有整體的整體的修復 包括後來的國家的總部館的修復在用的地方 跟這個車系的入口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因為後來的國家的委證國館從這邊進去發 所以它非常重要的需要跟負面 這是第一的 所以那個後面的跟室內空間活化部分 之間的那個觀點 讓我們整個的事情其實看不出來 所以比方說剛才檢報的請求 也左下方的那個圖 那個上面其實那些裝飾上面是沒有文字的 可是在檢報的圖 有一個車系附園地面大洋 車系附園地面大洋 他就把台北郵便局 台北郵便局 這兩個等於是那個機關的名稱給放上去 那這樣子其實是等於是新 因為原來沒有新加的 那至於新加是加 這兩個字還是要加 未來如果這博物館還是要用什麼 其實這個都沒有交代情緒 所以包括自體跟分析幾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今天不能只談 就是今天好像是 欸這談一個車際 那下一個就換其他的地方 其實他都沒有一個整體性的考慮 這個等下幾個公司都不會有什麼修理 他剛剛的資料的部分 我們要怎麼講 我覺得也是 郵政博物館的一個部分 不要要請補充 其實文化主義只在於那個郵政博物館之間的分配 當然我們知道這個西區文部 他只在希望車技是一個印象 可是其實以整體文資管理的角度 應該整個來報告 好 那這個也是一個正確的思考 好 這個就行 我不是台藝專門要整體性考量 我就是說想說 我現在設計在 裡面的人形上的空間 現在就被壓縮了 那如果公務局的人形有不少的人 這裡有沒有機會 讓它變成一個同樣保值 可是人形中間是夠的 不然這樣會出現不同的問題 我支持這個案子 因為從北門門口看北門城 還有更遠的鐵道部 它是台股市古蹟應該說密度最高的地方 這三個都距離不到50公尺到600公尺 那我覺得從都市等這個景觀 你看這個周圍包括山頂倉庫 能夠有四個文化資產的這個建物在一起 應該是對那個歷史 對文化的那個意義是很大的 所以我是贊成能夠把它修補 剛才詹老師講這個不是叫負貼 應該是修補 就如同說有一個颱風來了 把一個廟人屋頂給吹走了 那你就把它補回去 應該是補回去 並不是說把它添加 事實上這個照片很清楚 在當時這個建築師第三軍域設計這個房子的時候 我相信他花了很多的心血在這個測計上面 一個五開肩的測計 連總統府都還沒有五開肩 總統府也有測計 高等華裕也有車技 那他居然說無黨 而且他的公華也還算好久 我就覺得從這幾個觀念看 應該把它視為文資的修補 這樣他才走不通 那至於說招牌 我倒也不覺得那兩個招牌有什麼不妥 因為未來如果真的是變成一個郵政博物館 我們可以另外再有一個招牌 那這兩個招牌就當成是一個歷史上的雕刻 那就是跟旁邊那個花也差不多 就是雕刻 所以這樣他的故事還更多一點 那當時他的有變跟電訊他沒有分家 那後來他才分了 好 以上 謝謝 謝謝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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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具有文化市場 是不得質疑的 因為 他本來其實是建築的一部分 當時因為交通管理的採取 我們現在 既然交通可以改善 可以交通去做手 那把它附有的可以 即使做某些 我想在106年 我們修練的時候 就在一段時間 所謂的指揮 指揮就是說 從前有過的 在大陸 大陸的握件下 就這樣 所以不管是 它自己的生命 但何況 我們台灣有太多的工資 都有類似的 包括像 環節的 民營的員工 他原來 官家樓 早早的學 追去指揮 就對了 那當時修過自己 譬如這兩張照片 救護救救 那我們三美式的話 不管是 因為有什麼生在選手 或者是 民營的 這些都是遷移的 因為遷移的 我們都可以認定他自己 但我們把這個附件 譬如 有一些像 這個 這個 觀念台 也就是 一個 還有 蔡約舞蹈生 所以幾乎都是重建 我們都可以肯定他自己 這個 如果我們經過 充分的 這個 正要的調查 他會充分整理 我覺得他也是可以的 他本身就是 他也覺得有 他不需要 一個國外的成果 那如果說 整體的 這個 文大體的同意 但是我覺得 是不是能夠 另外再辦 因為這個不是建築師 他也不承認 建築師 他所 所 自己的指標 那你要考慮到他的 我想就要 付出 郵局 和其他 他可以 交通 那個 交通大學 來 整體考慮 他不是在 請問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也同意 幫幾位委員 所討論 就是基於 整個都市警官的 整體性 需要 我覺得 應該是 樂觀起承 這個案子 但是回到那個文化資產的 那個議題上的討論 我覺得有一幾件事情 其實可以再確認 第一個就是剛剛薛老師提到 李老師其實有提到 我覺得應該確認設計是本體 原來普及本體的一部分 那個部分其實是設計下半邊 可能那個移構還在 但是今天很可惜 沒看到那個高度視覺的那個部分 所以我的第一點意見就是 其實無需針對單獨的那個設計部分 去進行處理 而是去用原來的那個 普及本體的那個範圍 作為 視為其一部分 然後解決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 剛剛薛老師其實也提到 因為那個整個的資料 其實有這幾張照片 我覺得還是遠遠不足 所以各方面的資訊 我覺得需要有一個嚴謹的考證 那這個部分包括剛剛那個詹老師提到的 那個臂體連接的那個線索 然後以及那個地面的那個基礎移構的視覺 但是雖然有這些東西還是遠遠不足 所以第三點我的建議 就是我覺得應該是確認為2018年的新建的這個部分 而不是復原 這個部分因為再怎麼說理 其實也不會是原貌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先確認的 那也因為如此 那個在設計上 剛剛那個建築師提出來的 那個新跟舊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可以更談及一點 就是關於那個整個這個設計的那個部分 其實當它確認是新建的時候 內部的那些構架及那個做法 材料 工法 我覺得都可以比較彈性處理 然後只要確保整個都市警官 都市警官被周全到 那這個部分那個我建議在各方面 可以針對新建的這個部分 那個遵守那個可辨識性的原則 去進行操作 大概以上幾點建議提供 還有請大家委員要提出意見 好 沒有吧 我們請見的是師傅 參對委員的提問出一些答案 首先這邊先幫那個臺北郵局 參對黃石圈華爾司提的那個 就是他們已經委託另外一個建築師傅 所以我們做這個整個 那個郵政博物館的企劃 那也應該預訂幾年 會再提到時候提到文化群 那所以我們會同步來討論 這個所謂的後續的一個明明記號的事情 那剛剛黃老師也提到就是說 我們其實畫來看兩個主要的圖樣是看到 舊照片 我們在把它放大 所以它是舊照片上面所呈現出來 那當然位置上面 它本來是有一個特別有 有編曲這個 可能是這個上號的部分 我們是畫來看舊照片 發行有免合這個部分 那所以才希望所有人都會看到這個部分 那針對剛剛詹老師 就是跟那個李先生老師 學姓學老師 還有張文童老師提的那個 我們會在後續階級的時候 來針對這個所謂當勤的一個現場 就有的那個移構 再來說 這樣真心的更調查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柏球雲光老師有提到就是說 人性道的這個部分 我們後來跟那個交通局也在現場會判 那其實實際上 因為在西區門戶警方在做這個道路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把這個人性道在過萬華營 所以未來在這個人性的路道 不管是在設計方面行走 或是在外屋的時候 其實它都會有一個安全的一個舒適度 那當然我們也是希望能夠 新說的整個跟妹們 或是舞台階養頭的這個部分的一個接到的一個關係 然後也希望很多路視通報 讓我們能夠把它復原回來 那也希望也是很感謝各位委員支持你們的案子 那剛剛委員給的意見 我們會這個辦去做這個地方做好 謝謝 那是不是根據以上討論 我們就同意這個設計的舒服計劃 並給予司令的結束 來帶個表情 因為剛剛兩部分 第一個大概整體計劃跟應應計劃 還是如果委員同意的話 就是請他們辦人類能夠送同志回成立 因為這個門跟整體的應計劃其實都要搭配 那個半年內要送到最後程 那另外身份的培育的部分 那看我也是要 剛剛學老師也提了實際 是要確認它是古蹟本體的一部分 其實就容納在台北有局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要就過來給他 針對身份的國外設計 各位 原來的一部分 你要不要去廢止原來的公告重新 它面積會不會變得 要做修正 但是是一個新的公告 因為我們不能讓兩個行政組分通 所以這樣 謝謝市長 那我們就下一次會議時候 來 其實我們針對這個 給他身份的有機會